7.17迎来9周年 团体在全球的活动和人气也越来越火热 最近演唱会的规模 不只在韩国人川亚运竹体育场举办规模约3万人的巡演 还在首尔上沿世界杯体育场规模约4万人的场地开场 在日本的人气也很高 大阪洋马长军陆上竞技场规模约5.5万人的演唱会 还有日产体育场全席约有7-8万人也是座无虚席 场面十分壮观 甚至在日产的场地连事先不良区都受庆 7.17演唱会门票还是一票难求 7.17在日本售票网站登记购票人数约2万人 让韩国网友也感叹 7.17演唱会可以说是登顶团体的规模了 持续成长真是太厉害了 出道9周年也很拼命 一定能长长久久的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